说起夫妻生活最佳时间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得。 今天我采访了五位女士,听她们分享那些令人脸红心跳的甜蜜时光。 第一位张玲,今年32岁,是一位高中老师。 她说,你别看我是老师,其实在夫妻生活这方面,我可是有不少小心得呢。 我和老公都是早起的人,因为学校离家远,平时六点就得起床。 刚开始我总觉得早上状态不好,头发乱糟糟的,也没洗漱,浑身不自在。 但是老公总说早上的感觉最好,说男人早上那个状态特别棒。 后来我们慢慢摸索出了门道,每天晚上睡前我都会简单冲个澡, 第二天早上醒来,先去漱口。 这样一来,就舒服多了。 你知道吗? 那个时候的感觉真的特别好,老公特别兴奋,我也慢慢适应了这个节奏。 早上的运动让人特别有精神,而且因为时间有限,反而更专注。 记得有一次周末,我们竟然从早上六点一直到八点,那感觉真是你懂的。 完事后,老公抱着我说,你真是我的开心果,那一刻我觉得特别幸福。 不过后来发现,这样太耗费体力了,上午都没精神,所以现在我们会把时间控制在半小时左右。 而且我发现早上那个时候,身体特别敏感。 有时候老公碰我一下,我就反正就是特别容易有感觉。 现在每天早上醒来,看到老公那期待的眼神,我就知道他想要什么。 虽然有时候会觉得累,但看到他满足的样子,我也就开心了。 第二位李慧,今年35岁,是某公司人事经理。 他笑着说,我和老公是同事,这可让我们的午休时间变得特别有意思。 公司楼下有个小旅馆,我们经常偷偷溜过去。 你别误会,不是干什么坏事,就是想找个安静的地方,二人世界。 记得有一次,我们约好了午休去开房。 我先下楼,他过一会儿再来,免得被同事发现。 结果那天,我穿了条连衣裙,刚进房间没多久,他就忍不住了。 那次的感觉特别刺激,可能是因为时间紧迫,又怕被人发现,反而更兴奋。 不过午休时间确实太短了,有时候正到关键时刻,闹钟就响了。 老公总是很无奈,说,早知道请半天假了,但我觉得这种偷来的时光反而更珍贵。 而且下午回到办公室,看到他在对面偷偷冲我笑, 那种感觉真的很甜蜜。 还有就是,午休时我们都会注意分寸,毕竟下午还要工作。 记得有一次太疯狂了,结果下午开会的时候,我昏昏欲睡,还被老板批评了。 从那以后,我们就定了规矩,点到为止,不能太过火。 不过即使这样,每次午休铃声响起,我的心还是会跟着跳动,期待着和她的约会时光。 第三位王梅,今年37岁,是位全职太太。 她说,我最喜欢下午三四点那会儿。 孩子上学去了,家里就剩我们两个。 那时候阳光正好,我会煮上一壶花茶,老公常常这时候从书房出来,说要休息休息。 其实,我知道她是什么意思,每次她都会从后面抱住我,说我泡茶的样子很美,然后就开始动手动脚,你懂的。 下午的感觉很不一样,不像早上那么急切,也不像晚上那么疲惫,整个人都是放松的状态。 我家阳台很大,还有个秋千椅,有时候我们会在那里,嗯,你明白的。 记得有一次正在信头上,突然听到门铃响,原来是送快递的。 老公赶紧躲到卧室,我穿上睡袍去开门,那个快递小哥看我脸红红的,大概也猜到了什么,转身就跑。 现在每到下午,我都特别期待。 有时候光是看到阳光洒在地板上,想到待会要发生的事,就会感觉反正就是很期待了。 我觉得下午是最适合夫妻温存的时候,整个人都是暖暖的,而且不用担心时间,可以慢慢来。 第四位徐芳,今年33岁,是广告公司创意总监。 她分享说,我们家的固定节目是在傍晚,那时候刚下班回家,我们会先一起洗澡。 说起来有点害羞,但是在浴室里的感觉真的很不一样。 温热的水流冲在身上,老公的手也不老实,常常就直接在浴室里开始了。 不过我们发现在浴室里还是不太方便,而且容易滑倒。 所以现在都是洗完澡后,随便披肩浴袍,就往床上去。 那个时候的感觉最好,身体很放松,心情也很愉悦。 有次我穿了件新买的情趣睡衣,老公看到后直接扑过来,连晚饭都顾不上吃了。 结果弄完才发现,睡衣都撕坏了,我还有点心疼呢。 不过看到她那么喜欢,我也就不生气了。 后来我又买了好几件,专门为了那个时候准备的。 傍晚的时光真的很美好,不会觉得累,也不用担心时间不够。 有时候我们会一直温存到很晚,然后相拥着睡去。 第二天醒来,看到她满足的笑容,我就觉得再累也值得。 第五位赵雪,今年29岁,是一名护士。 她说,因为我是三班岛,所以最喜欢深夜的时光。 老公知道我工作辛苦,每次下夜班接我回家,都会给我按摩放松。 说实话,她的按摩技术真的很一般,但是那双手一碰到我,我就会有反应。 记得有次夜班特别累,回到家我就想睡觉。 可是老公从后面抱着我,一边按摩,一边亲我的后颈,弄得我痒痒的。 结果你猜怎么着,原本困得要死的,我一下子就来精神了。 那天晚上可把老公累坏了,第二天她眼圈都是黑的。 深夜的感觉很特别,可能是因为特别安静,感觉更强烈一些。 而且那个时候什么都看不清,全凭感觉来,反而更刺激。 有时候白天太累了,晚上反而特别兴奋。 老公说我是夜猫子,我觉得这个外号挺贴切的。 不过也有缺点,就是第二天特别容易没精神。 有次太疯狂了,第二天值班的时候差点把要明都记错。 从那以后,我们就约法三章,工作日要节制一些。 但到了休息日,那可就管不住了,经常闹到天亮。 经过这次采访,我深深感受到,亲密关系中的最佳时机其实并无固定答案。 重要的是,夫妻双方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,将生理需求与情感表达,巧妙结合。 不同的时间段,各有其独特的优势和细微的不足。 理解这些差异可以帮助夫妻更有意识地安排亲密互动,进而强化感情有待。 清晨是一个让人充满活力的时间段,尤其是和那些希望用亲密关系开启新一天的夫妻。 早晨的荷尔蒙高峰为男性带来强烈的活力,同时也为彼此带来了振奋心情。 清晨的亲密时刻不仅让夫妻间的感情增温,还可能赋予一天积极的心态与朝气。 不过,早晨的一些小细节,例如简单的清洁准备,也能够帮助女性更从容地享受这段时光,打消因为状态不佳而带来的不适感。 五间休息则提供了一种短暂的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新鲜感和刺激感。 在工作日的快节奏中,五间的一点点亲密互动不仅可以增进情趣,还让彼此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属于双方的温柔片刻。 当然,五间亲密也需要合理的时间管理,以确保不会影响接下来的工作状态。 在这个时间段,小心翼翼的平衡情感和工作压力,夫妻间的亲密互动可以变得既轻松又不失情调。 下午茶时光是午后的一段温馨时刻,适合在休息日增进夫妻间的交流和互动。 但随着一杯茶和轻松地聊天,彼此之间的距离会在不经意间拉近。 这个时间段既不是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,也不是疲惫的傍晚,要让人能够轻松地进入亲密的状态。 下午茶时光所带来的亲密感,不仅能使双方更加舒适自在,也为夫妻关系注入了闲适的温柔氛围,成就了一个水到渠成的情感连接时刻。 傍晚作为大多数夫妻最为熟悉的亲密时间,具有其独特的优势。 下班后放松的时刻让人能够卸下白天的疲惫, 夫妻在这一时段的亲密互动可以成为情感上的一种下班仪式,帮助双方更好的调节压力,享受二人世界。 有人更是将傍晚的亲密互动视为一种修复身心的方式, 许多夫妻会在此时先洗个热水澡,为彼此的亲密关系做情感与身体的双重准备。 这样一段放松的亲密时光,不仅仅让压力消散无形,也为夜晚的休息带来了更为踏实的温暖。 深夜是夫妻亲密接触的经典时间段,独特的安静氛围让这段时光尤为私密而专注。 夜晚少了外界干扰,夫妻间的沟通更加深入、真挚,双方得以彻底放松身心,进入一种情感的专属领域。 虽然深夜的亲密活动充满了情感浓度,但它也需要谨慎的时间安排,以免影响到次日的经历。 根据中医的理论,清晨的亲密互动可以达到阴阳调和的效果,而深夜则更适合在情绪上完全放松。 每个时间段带来的益处各有不同,可以根据彼此的生活节奏与生理状态,找到最适合的时间。 总结起来,夫妻生活的最佳时间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选择,而并非绝对的固定时段。 清晨活力满满,为新的一天注入激情。 午间休息让亲密关系在忙碌生活中多了一丝刺激感,下午茶时光带来轻松舒适,特别适合休息日的温柔互动。 傍晚则是释放压力,加深情感的理想时机,深夜亲密专注而真挚,适合情感的深度交流。 通过理解这些时间的独特性,夫妻能够以一种更加贴合彼此需求的方式安排亲密时光,获得更健康和谐的婚姻关系。 无论选择何时,关键在于彼此的理解与尊重,让亲密时光不仅是生理上的需求满足,更是情感上的真挚互动和心灵的深层连接。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,如果大家觉得我讲你有点意思,欢迎大家点赞关注,你的支持是我更新下去的最大动力。 谢谢大家,我是单身朋友在中国的小慧表姐。 大家好,我是小慧,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,要分享给你们。 我想告诉你们,我已经开通了会员视频频道,我将在这里分享我自己的亲身经历,分享我自己的故事。 欢迎大家订阅会员,一同来分享这个旅程。 我会在会员频道定期更新专属视频,让你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我,了解我经历的故事。 你们的参与,你们的订阅,将是我继续前行的最大动力。 谢谢大家。 如何投稿给我? 如果你是手机用户,打开视频下方的简介,点击投稿链接。 如果你是非手机用户,可以直接点击视频下方投稿链接。 谢谢大家。